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版的红烧狮子头 新年的开好头 祝您红韵当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碗里放入一把花椒 放入一点姜丝和葱段 倒入开水给它浸泡10分钟 准备一块肥瘦比例是3比7的猪肉 给它剁碎 剁成这样就可以了 收入大碗里 我们剁的这个肉呢 可以稍微有点颗粒感 这样更有嚼头 下面我们来调个味儿 放入适量的盐 来点胡椒粉 花椒粉 放入适量的生抽 放入一勺淀粉 一勺面粉 倒入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这个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倒 每倒一次都要给它搅拌均匀 这里加入淀粉和面粉呢 能增加肉下的粘性 做出来的狮子头不宜散开 剩下的葱姜和花椒不要倒掉 留着备用 我们可以用手这样的摔打肉馅 这样更有韧劲 摔打两分钟 倒入适量的油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子可以锁住肉馅的水分 最后成这种拉丝状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腌制20分钟 准备一截去皮的莲藕 清洗干净 先切薄片 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放入肉馅里面 不要放的特别多 放入一点葱花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取一团肉馅 放在手心里面 两个手给它团成圆形 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一双筷子 能起密集的小泡泡 说明油温就已经可以了 把肉丸放入锅里 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勺子 放入里面 全程开中小火炸 底部炸至定型 给它翻个面 刚下定制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给它搅动 中间我们要反复翻面 让它受热均匀 最后炸至表面金黄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 控油捞出 另起锅 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刚才的葱姜花椒 炒出香味 把香味炒出来 倒适量的清水 倒适量的老抽上色 生抽 蚝油 放入适量的盐 放入几块冰糖 再来一点蒸鱼豉油 搅动一下 开大火把汤汁烧开 把炸好的红烧石头放入里面 盖上盖子转小火炖上半个小时 中间的时候呢 给它翻一下面 这样子更容易入味 时间到关火 哇好香啊 把它取出来 撒上点葱花点缀 一道非常好吃 又美味的红烧 赤字头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 色泽红亮 用筷子加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的肉馅鲜嫩多汁 非常的好吃 加上莲藕 非常的解油腻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的朋友们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各位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